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文件 然后在上一层是我们的表结构 我们这个阶段其实已经 使用Aceberg作为我们数据 图唯一的统一的 表结构然后在上一层我们 是我们的资源管理器 那这阶段我们其实 还是用到了这个样 但是已经逐步的转向于 Kubernetes这个统一的资源 管理器在上一层是我们的 引擎层那我们引擎 从Hell和Spark负责 我们几乎 所有的这个离线的 数仓任务那Traino主要负责的是 我们的用户这个ADHawk查询 然后其他的就是Fedink 主要负责的是 这个对数据实时性 要求比较高的这个实时任务 然后所有的这些 就是数据经过 引擎处理之后会根据 这个业务的种类 然后分到不同的这个数据库中 进行一些持久化存储 然后一共最上一层 这个这些服务进行调用 比如说什么币安分析啊 还有报表服务以及 Machine Learning 机器学习应用 然后可以看出当时这个阶段 我们存在着两个主要的问题 首先第一个就是我们的这个数据源 比较多 所以造成的就是用户在这个数据跨源分析 联合查询这造成了一定的困难 然后第二点就是我们当时 使用的这个引擎也比较多 然后多个引擎之间当时还没做到 就是完全的统一 用户往往需要横跨多个平台 然后多个这个身份 这个认证的系统 来使用不同的引擎 然后并且当时引擎这个资源隔离 做的力度也是比较粗糙的 就只能做到这个对列级别 那这是我们现在的一个架构图 然后它相较于之前有如下五点的优势 那首先第一点就是 从这个图中我们看到 我们已经使用这Cubernetes 作为我们统一的一个资源管理器 然后第二点呢 那这里面我们已经使用 就是IDAPT作为统一的这个身份认证 第三点就是使用QB 作为我们统一的这个 这个SQL的Gateway 也就是对 然后第四点就是 依托于QB背后的Spark 我们可以更容易的 做一些数据的关联查询 最后一点呢 就是我们在此之上呢 建立了一个就是 那个实时的一个监控报警系统 然后这里面主要就是 通过普罗米丘斯定期的拉去 QB这个暴露出来的 matrix而做到的 然后这个是我回忆 就是回忆的总结了一下 就是公司的 SQL Gateway的一个 历史的一个发展的一个进程 然后就分为四个阶段 然后第一个阶段就是 Spark Circle 然后这个阶段呢 其实我们就主要靠公司的 为了方便这个公司内部的用户 使用Spark Circle 所以我们封装了一些底层的实现 然后开发出了一个工具 然后这个工具呢 用户只需要 把它这个Circle填入 预先定义好的这个模板中 然后就能快速的运行一个Spark任务 然后第二个阶段就是 我们逐渐使用QB作为我们 这个统一的这个Circle的Gateway 然后由于QB 有如下几点原因 第一点就是它背后可以连接多个引擎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它有较好的扩展性 那我们能通过插件的形式扩展 它的一些功能 比如说审计功能 然后一些血缘关系这个功能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QB 还有一定的这个高可用 以及可以做到user和group级别的 这个资源的隔离 好 然后第三个阶段就是QB on K8s 那随着就是云原生的兴起 然后我们也渐渐意识到了 这个Kubernetes可以 这个可以凭借这个co-group 或者namespace等 这种手段可以对资源进行更细利度的管控 然后与此同时 所有就是可以容器化的服务 都可以部署到Kubernetes之上 然后让我们彻底的就是摆脱了 一样这个对应用种类的这个限制 然后我们就是在此之上 我们可以方便的就是做一些CICD的pipeline 然后使Kubernetes之上的这个应用能快速的 丝滑的进行部署 然后最后一点就是这个K8s 有这个伸缩的特性 那可以就是很轻易的赋予我们这个 这个服务伸缩的这个特性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QB这个AWS 那这个阶段主要是这个AWS可以让我们很快速轻松的 就是就使用这个全球化并且是丰富的机型 然后我们呢就不需关注底层的infra 然后节省了不少我们这个运维方面的开销 仅仅在实际的生长环境中 就是我们总会有一些就是任务啊 需要定时的被调度执行 那因此呢我们引入这个Dolphin Schedule 之后就减成DS 作为我们这个分布式的一个任务调度系统 然后呢这里我们可以看到 我们的数据中心分为两块 第一块是我们这个私有的数据中心 那主要是分布在EU和US的 然后还有我们的公有数据中心 其实就是公有云 然后以AWS为主 然后我们的数据存储这块呢 在私有数据中心我们使用的是这HDFS 然后在公有云上我们使用的是I3 然后但是呢就是可以看出 我们的数据壶的这个表结构 那都是isberg 无论在哪个数据中心中 然后呢在身份认证这块 我们可以发现我们的私有数据中心 使用的是内部的CILDEP 以及Curberus 然后在公有云方面 我们就直接就是可以简单的 就直接用一下AWS的IM 进行一些身份认证啊 全线的管控啊 然后这里面同时有几个就是比较核心的这个服务 然后第一个就是我们的UDP服务 这个服务呢就是我们基于这个DS 做的二开的一个统一的分布式的调度系统 然后呢QB就是我们这个统一的这个Circle的一个入口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自研的ETL服务 那这个主要就是像它名字这样 就是做一些ETL的工作 然后还有就是Spar和 通过这个Spar operator和Fedink operator 提交的Fedink和Spar任务 这个主要就是满足一些就日常中 就是无法用Circle 这个完成的这些P或实时处理的这些任务 那把将DS和QB进行集成 不仅仅就是简单的把我们的定时任务 每天就按时的就出发 然后还能给我们带来就是如下七点的优势 那首先就是数据员管理 它可以将就是QB作为一个数据员 直接在就是DS这边进行一些管控 那除此之外它还第二点呢 就是一个UDF的一个管理 统一的一个管理 那就是可以这样的话 可以在这个平台中 可以让用户更容易的共享UDF 然后用户不必再就是重复的造轮子 重复的写一些UDF 对 然后呢我们为了方便用户使用 或者新增这UDF 主要是新增或者更改UDF 我们打造了一个专业的 特殊的一个就是CICD的PIPERLINE 然后对 然后所有在DS上定义的这些什么 project task或者是dasource 以及UDF都视为一个统一的 视为一个资源 可以在这个DolphinsDS中 进行统一的一个权限的一个管控 然后第四点就是 有一定的可靠性 那DS作为一个分布式的一个调度系统 那它肯定 那它是支持HA的 除此之外它还支持的task 或者是task级别的这个任务的retry 那这个可以有效地避免我们的任务 有时候因为集群这个抖动 集群网络抖动或产生的这个不必要的失败 然后就是还有一个就是资源的隔离 就是正像刚才提到的QB 这块能通过user这个或者group这种资源 resource isolation这种来保证 然后下一点就是这个联邦查询 那这个也是刚才也有提到的 就是通过spark这个联邦分析 这个datasource VR这个特性 我们可以很容易地访问多种数据 然后进行一些数据的联邦查询 联邦分析 然后下一点就是query的一些可视化 那我们不单单能在ds中看到这个语句的这些 或者job运行的一些统计的信息 然后也可以通过就是那个query 跳转到真正执行这些任务的这个engine UI上 然后从这个engine UI中我们可以发现 可以看到这个job执行的一些具体的执行信息 然后更方便这个用户进行一些job的调优 然后最后一点是我们的审计功能 那ds这里我们记录着所有的用户的一个操作日志 那query这边我们记录着用户所有跑过的这个circle语句 然后所有这些信息都有利于我们日后的进行一些回溯分析 然后这个通过我们一段时间在线上的观察 总是会发现就是有一些不太好的语句 然后运行在线上 那这些语句通常会占用大量的资源 然后与此同时它会运行很久 然后这些语句呢 因为它把资源都给占据了 所以会导致其他教博得不到资源 久久不能调度 卡在那个资源 卡在等待资源那个状态中 然后更有甚的就是这些不太好的circle 可能会影响其他语句的执行 然后使其他语句也跟着它失败掉 因此我们就是觉得有必要就是引进一种 就是采用一种手段来有效的保护我们这个 就是真正执行任务的这个引擎 那这里就是Spark Analyzer 就应用而生 那这个主要 Analyzer其实主要是通过 Parser这个插件来解析用户的circle 然后一旦发现用户的circle 需要做一些不合法的DDR操作 或者有较大资源请求 以及它这个circle如果扫描了 就是超过我们预先设定预值的这个文件数 或者分析数 都会一并把这些 这些不太 这些circle视为就是垃圾circle 然后拒绝掉 然后并且返回错误的信息给用户 用户拿到这些错误的信息 就会进行一方面的就是调优 直到它的这些语句能运行在这个安置上 然后就是单单是让这个Job运行起来 或者是这个服务运行起来也是远远不够的 我们还需要有一套就是Job完善的这个报警 监控报警的体系 那这里面呢 这里面是DS这端的 就是比较倾向于Jobowner的一套监控 报警体系 那具体的做法就是 是这个DS这边是有一个alert service 那它会周期性的扫描 DB里面失败的异常的这个task信息 然后一旦扫描 一旦捕捉到这个异常信息的话 它就会根据那个用户设定的一些 报警的规则 然后那个实力化相应的报警插件 然后给用户进行报警 然后用户就会进行一些人工的干预 然后之后它就会把相应的这个报警的状态 然后持久化到这个DB里 然后下一个就是QB的这一端的这个监控和报警 那这个主要是倾向于QB service owner的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QB 因为现在就是matrix主要分为四种 连接connection operation引擎 RPC就是QB内部组件之间的 RPC通信的一些协议 然后这里面我们使用的 就是直接使用的普罗密修斯这个QB 普罗密修斯reporter 然后将这个QB里面的matrix定期暴露出来 然后暴露的matrix会被普罗密修斯采集到 采集到我们会 在此之上我们会用Grafana对这个matrix进行一些可视化 然后就我们就能分析出来哪些job运行时间比较长 哪些引擎经常失败 然后以及各个引擎的CPU memory的一个使用率 然后在此之上呢我们还定义了一些报警的规则 然后一旦这个报警规则满足它相应的报警条件的话 就会触发相应的报警给这个service owner 然后service owner会根据这报警的这个 这个严重程度进行有必要的这种人工干预 这个是数据血缘 那数据血缘其实就是记录着数据在整个生命周期的变动 所以有了数据血缘之后 我们可以快速的进行数据溯源 然后可以比较容易的分析出数据哪些地方可能会存在问题 然后呢这个数据血缘 对还除此之外呢 还有利于就是我们语清整个数据pipeline 好这里面就是一个具体的一个实现的过程 那其实主要是通过spark的line 就是plugin来解析用户的circle依据 然后将这个血缘关系解析出来之后 它会call这个data hub的api 然后进行一些line edge的这个metadata的一个持久化 好 接下来由我的小伙伙伴给大家继续分享 大家好 我叫李鹏起 然后在思科主要从事大师数据的一个开发工作 然后刚才赵鹤同学讲解了一下 那个cube Dolphin Schedule 以及Calibon在那个思科的一个应用 下面就我来讲解一下 那个在那个云原生方面 以及部署方面的一些 那个尝试以及实践 好 第一 我们首先讲一下在云原生方面的一些应用 首先呢我们公司呢是 一个外企吧 可能说是采用的公用云的方面的话 有许多公用云工具 比如说 有比如说IWS云 以及IWS政府云和谷歌云等 目前来讲我们初步的一个尝试 是在IWS的云上的一个尝试 当然我们也有一个自己的开发IWS云服务 私有云 对 这是一个基础的架构 我们会用到的一些IWS的相关的一些组件 以及通过一些Home Chart 以及Arc City经营部署 以及E4Q进行一些服务的一些 服务的一些释放 然后这个部分分为四个部分吧 第一个就是Client的端 这是用户访问层 然后一个Server层 这是一个我们整体的一个 QB这边的一个服务 然后还有一个数据访问层 还有一个最终的一个报警规则 以及Matrix的检测 然后首先 用户通过统一的一个客户端 通过各种Client的工具 通过Client的工具 通过GDPC连接 或者是Java连接 Swift或者是Python等等工具 进行连接 然后统一的认证 认证方面的话 目前我们支持的是LDAP LDAP当然我们也支持LDAP组 比如说把某些用户 划分成同一个组中 只有限定的某些组成员可以访问 同时这边还支持 IWS-RM进行访问 另外这边就是Server层 Server层面来讲 我们目前在IWS的尝试 是采用Rocable 在我们自己的CAPIS云中 是采用的是CAPIS的ETCD 进行那个服务发现 服务调度的 然后这是QB层 然后对接的是对应的引擎 引擎目前我们列说的是SWAC SPAC等于后面其实还是有一个 对应的是CALABOR的一个服务的 就是它作为一个远程的SWAC的一个处理 目前这是Server层面 然后这边是对接的一个 对接的一个数据访问层 数据访问层目前 就是我们是支持多种数据员连接 比如说目前来讲 主要的数据存储是以Rsburg为主 同时我们也可以用一些 用SPAC的一个DELSAUSE的V2的 那个接口实现 对亥物TIDB以及PG MySQL Snowflake等数据员的一些 关联查询 对 然后这边的话 我们原数据这边的话 一个CATLOG的管理 使用IWS格路代替 就是亥物这边 然后存储方面使用S3代替HTFS Metrics这边是使用Promic修斯 和Synos加Garifana的一个模式 进行一个Metrics的采集 以及Deciboard的一个展示 同时我们也指定了一些 比如说报警规则 通过一些报警规则 以及轮循的一些Task 去监控服务的一些质量 以及服务的 保证服务的一个稳定性 这次也是对我刚才说的 一个部分的一个总结 第一个部分 比如说我们统一的IPI接口 进行访问数据 通过各种协议 然后另外就是我们的 统一的一个认证服务 然后这边呢 就是说我们是对 在IWS语音上的一些变更 因为我们最初的时候 我们在 我们自于的语音窗户 比如HDFS加Hive的这个模块中 我们使用了Hive UDF 去实现一些用户的一些 叫部啊 关联查询啊 叫部的一些UDF 然后在这个上面 我们移除了对 Hive的一个依赖嘛 所以说我们在用 Spark UDF进行了一个替代 另外我们用S3 作为一个统一的 一个支援管理 所有的我们的配置文件 以及我们的一些 依赖的一些架依赖 都是放出在S3上 第三个就是刚才的 一个Catalog的一个依赖 第四个就是说 我们对应的一个S3代替 HDFS作为一个 阿斯伯格的一个 实际的一个存储 这边是一个Metrics 就是Grafana和Promicius Sanus进行一个Metrics采集 Pay 30进行一个 那个报警规则 以及那个轮行Task的 一个报警规则 可以指定到人打电话 或者是发送邮件信息 下面我主要讲解一下 那个认证 因为我们上云 在云研搜索上面来讲 主要是对是权限授予 就是哪些用户可以访问 哪些服务可以部署 哪些用户可以访问 对这个服务进行一个控制 刚才讲到了一个认证 LDP作为认证 现在我主要讲解一下 授权这一块 授权这一块的话 比如说我们采用的是 IWS RIM ModeCount的一个 Assist Key和Security Key 把这个Security Key 构建成一个资源的 一个Security的一个资源 在我们用户在访问的 通过统一的接口 进行访问的时候 我会把这个资源 对应的资源加载进去 加载过去之后 它会就有访问 S3上的一些权限 可以比如说我们 把我们对应的 S3上的一些依赖 和一些配置 加载进来 共同启动起来 我们的服务 把服务起来一样 一样最后我们的 比如说我们Spark引擎 或者是Flink引擎 也需要一些配置 去这些 这个Spark的效果 可以访问哪些S3 读取哪些表 可以访问哪些的 数据原数据等 也是需要一些 对应的一个 指定的一个配置 我们可以为不同的用户 分配不同的 一个对应的 一个账号 一个CCK和SecureK 然后进行获取 然后读取对应的 阿斯伯格表 同时也可以进行 一些关联查询 读取对应的 一些TIDB表 进行一些关联查询 以及读取 TIDB表 写入到阿斯伯格的 对 但是这个 这个的一个优势呢 就是说我们可以 不以硬编码的形式 然后写入到 我们配置中 以Secure的形式 来注入 但是这个 在全线管理中 通过这种方式的话 其实在我们 用户的全线管理 不是那么方便 因为我们每次都需要 对这个SK和SecureK 进行授权 我们希望以配置的形式 或者是 以Raw的形式 来去管理它 然后所以说 我们在这个基础上 又做了一个改进 所以说我们就相当于是 创建了一个ServiceCount 去扮演RM的Raw 来赋予 就相当于是用户 去绑定一个ServiceCount 这个ServiceCount呢 可以扮演 这个RMRaw的一个角色 这个角色呢 又赋予了读取S3 或者是Glut的一个权限 这种规则来实现一个 用户的权限的一个限制 比如说我们可以对 这个对应的一些Raw 赋予一些读取Bucket 以及读取一些Glut的 哪些目录表的一些权限 以及权限 然后我们再把这个 通过这个ServiceCount 去扮演这个角色 这样我们用户 在使用对应的ServiceCount 就可以获取对应的权限了 然后这样的话 就可以让我们更加方便的 去授予一些用户权限 有哪些用户 可以读哪些表 对 这个是一个 就是外部的一个存储 外部的存储 为什么需要这一个 比如说可能公司内部 对安全性要求比较高 就是有些密码信息 比如说密码Ura 或者连接信息 是要以密钥的形式 保存下来 不能以明文 或者是配置的形式 存储下来 比如说我们要存储在 Woot这种 比如说存储在第三方 我们在每次启动的时候 从第三方拉取 然后定时轮循 获取最新的 这种 当然IWS这边也提供了一个 IWS Secure Manager的形式 这种方式的话 用户可以在启动Job的时候 把自己的密钥信息 配置在IWS Secure Manager上 然后在启动服务的时候 从远程拿取这些密钥信息 在配置中以密文的形式存储 这样来讲的话 可以确保服务的一个安全性 实际上 我这个可能还有一个部分 我就稍微快一点 这个我们在服务基金 集资源方面 我们做了一些东西 然后第一个是从计算层 存储层 以及收购层 计算层就是我们为 不同的服务 可以启动不同的EC2节点 这样来讲 就是说有些重要的服务 可以启动在一些 好的服务节点上 对 然后还有一些和 其他资源的一些Job Job的一些 优化 就是这个主要是和 比如说我们的一些 Flink或者是 18个Job 还有ETLJob的 一个整体的一个划分 存储上 比如说我们使用 使用S3的一个 分层存储 还有一个real的策略 进行一个降低的 资源的使用率 然后server上面的话 比如说我们许多用户 可以共享一些资源 来降低 引擎的其中的个数 还有一个连接 比如说我们一些 report的服务 启用connection模式 或者是长连接的 使用一个server模式 实现 最后一个是我们 是引擎的一个扩收容 引擎的扩收容 这块是 通过 开了门的接口 来去实现 然后这边扩收容 然后这边的话 是通过开了门这边的一个 支援的一个阶层 然后目前来讲 就是之前我们遇到一个 磁盘压力 比如说18个教堡经商 因为资源不足 导致一些教堡失败 以及扩收容有时候失败 扩收容的话 之前我们 一直在尝试没有成功 然后就是在借鉴了 开乐本这边的 就是上来 是解决了这些问题 然后这个分层存储这块 目前来讲 我们是用的是 开辟了一个空间 来是进行 单独的在 比如说IWS上 开多的磁盘 然后磁盘还是在一个相当性物理节点上 然后我同时赵鹤同学也在尝试在把它存储到 IWS3上 这一块也在研究 目前来讲 我们总体的花费情况下 就说我们的Job的一个成功力 提高了21% 然后磁盘这块的 目前的节省是5TB吧 然后我们因为现在来讲 只有部分Job进行迁移 所以说现在来讲我们比如说 还是后续还有更多的Job进行迁移中 这个数据量级应该会 还会继续增加 总共的花费节约的话 现在目前已经达到了23% 后面我讲解一下 这个部署 部署这块的话 就是相当于是我们通过了一个 Jekens 就是构建镜像的一个过程 构建Jekens 构建一个镜像 然后先构建到我们的一个室友仓库 然后通过MetaService来进行一个 通过同步把自己室友仓库的一个镜像 同步到IWS ECR中 这个过程中就是我们也解决了大量的 比如说Kubi或Kalabon这边的 遇到的一些安全问题 因为我们公司会 这边会对一个镜像的安全扫描 对指定到ECR 所以说我们在这边也解决了大量CVE问题 这个是Config模块 就是说我们这边相当于是 我们会准备一个模板信息Chat 然后现在所有的Kubi Kalabon包括Dovins Schedule 都是采用这个模式进行部署的 这边是存储一些密钥信息 比如说IWS Security Manager 存储密钥 还有一些我们指定的Value值 然后共同渲染出来一个 最终部署的Config 通过HelmChat 将部署到指定的一个模块 稍微快点 这是对刚才的内容的一个总结 然后这边是一个 构建净效的一个过程 然后这边是服务部署的一个过程 服务部署的过程中 这边当然我们部署完成之后 还有一个是进行一个测试 就是说进行一个状态检查 健康状态检查 目前来讲我们是 这样一个好处就是说 我们可以多环境部署 因为我们现在光IWS 但是EKS集群有十几个region 然后欧洲或者美国 还有加拿大这边的 然后大概有十几个 所以说我们采用这种模块的话 可以更方便我们多个集群的进行管理 还有一个版本的进行控制 比如版本回退 还有一个自动化部署 还有一个就是我们部署 可视化 更方便我们一个开发人员去管理 是识别 还有一个是健康状态检查 这边是一个部署的一个整体结构图 好 这是下面我讲一下 第五部份我们的一个下一阶段的计划 然后首先我们是主要是 可能改一下 就是我们为了是后一期会加大投入 然后就是为了节约成本 现在比较提倡降本增效 所以说我们要减少花费 所以说通过开了本或者Gluten的 一个后续的一个集成 来进行减少它的花费 然后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会在其他的公寓云上尝试 目前来讲我们有私有云和一个IWS云 的一个云先生的尝试 现在后续我们可能会尝试一下 谷歌云等 然后第三个是一些metric检查 以及质量的监测 然后这边的话也是 一方面是确保我们的服务的一个稳定性 第二点也是为了通过一些资源的利用业 是否看看是否需要增加节点 或者是减少节点来减少节点来减少花费 第四个就是我们会和KOB这边 开了本以及Gluten这边的社区进行集成 然后更好的方便这些逐渐在我们公司的落地 对 对 对